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不論在總統府前或是國軍各營區 都舉辦了元旦升旗典禮 即便霸王吉函流來西 也抵擋不住國軍官兵迎接110年元旦的熱情 看見大家啟唱國歌 並向緩緩上升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敬禮 內心總有說不出的感動 你說的感動 我懂 這就是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國家熱愛與認同的一種方式 也是對這片土地和文化的歸屬感 沒錯 大家都知道軍人保衛國家是愛國的表現 這是毋庸置疑的 上回軍人優質形象節目 讓大家了解到連結的核心價值 今天軍人優質形象要來談的是愛國 我們來看看國軍官兵及社會各界 是如何透過不同形式來表達愛國心 請一起收看 說到愛國 你會想到什麼呢 是迎風飄揚的中華民國國旗 還是莊嚴肅木的國歌 說到愛國的職業 你會想到誰呢 說到愛國 我想到的就是軍人 軍人保衛國家的辛苦 就好像就是我們職業選手 在球場上在打拚的一個精神態度 其實我們這幾年都有跟國軍合作 從漢身廣播 因為為了長期二十幾年 在職棒好的時候跟不好的時候 其實國軍都沒有離開過我們 所以我們的球迷其實跟國軍 是連結度非常高 我們其實從前年 在明星賽在拉國旗的時候 那時候的想法其實就是 我當秘書場的時候我去美國 我看到大聯盟對於退役的軍人 跟現役的軍人是非常的尊敬 在比賽前的活動 都一定會對軍人致敬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台灣好像做得比較少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能夠加強 所以我把我這個理念 就跟國軍報告 然後跟他講 我希望我們不是只有 是做一個頒獎 我們做一個修文 我們應該是介紹更多的 台灣所有的軍種 然後讓球迷國人在電視機前面 都看到說其實他每一個軍種 他有每一個軍種的價值 再來就是他有每一個軍種的文化 所以最重要就是他們拉的大國旗 在球場上的時候 你們覺得那一股澎湃的愛國的心 就出來了 在去年在防疫的時候 每一個球隊的組長 都會有一個軍種的特色 展現出來 我想這就是職業運動 它是一個讓安定民心 但是國軍也是讓民心安定 所以我想職業運動 是跟國軍的影響力 是滿有符合的 其實我只要看到國籍 我覺得滿有樂趣的 然後看到國軍 尤其他們在做操演 然後保衛國家的一些演習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讓我們能夠激起那種 愛國的那種心情 因為我覺得愛國不是靠嘴巴 而是讓我們感受跟感動 然後看到平時在 一直在訓練的 國軍的辛苦 對國軍的一種付出 我們應該是要用一種 嚴肅和嚴謹去感恩 他們對國家的付出 不管在元旦 春節或每一個連假 國軍時鐘24小時 堅守崗位 不會有任何意思鬆懈 在元旦連假 或是任何連假 其實我們的警戒任務 都是不間斷的 尤其在接獲指令 必須對共機進行攔截時 心中的興奮 跟緊張的感覺 會游覽而生 尤其是我們接近到共機 非常近距離時 心中雖然會緊張 但榮耀感也是跟著產生 因為我們平常訓練 可以保護我們的國民 讓共機不會對我們 有任何的侵擾行為 讓我們真為戰鬥機飛行員 非常值得榮耀人 非常值得榮耀人 就是隨時準備好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體能 自己的知識 在國家需要我時 我會毋無反顧地提升而出 那這就是我身為軍人 戰鬥機飛行員 愛國的方式 我相信在線上的所有官兵 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繼續用這種方式 繼續我們愛國的行動 國軍守護國家 軍眷守護國軍 每一位官兵背後 都有他們甜蜜的附和 身為他的老婆到現在 我覺得我們可以 最好體現愛國的方式 就是支持我們的老公 對 然後把我們的家庭顧好 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的 可以讓他們去 很安心地去保家衛國 我覺得這是我們 視頻黨民可以做到的 每一個國民 身為台灣的一份子 都是愛國的 我們的國家 不只是從國土建設 還有一些看不到的範圍 都是需要各個領域的人才 去守護 然後去努力的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台灣的國民都是愛國的 所以他說就是 辛苦他了 然後我就是支持他 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因為我相信他會 為我們家做最好的決定 還有對國家奉獻最好的心力 其實每個人愛國的方式都不一樣 有人犧牲奉獻 有人默默付出 而來自海軍的代制軍上士 則帶著國旗穿著軍服 在台灣的百月山頭 用屬於他的方式愛國 因為其實我覺得去登玉山這件事情 是一件滿挑戰之我的 然後我覺得 怎麼樣讓這件事情 變得有意義 就是有想到說 我自己是一個軍人 那我想說 在登百月的時候 著軍服 然後背著國旗 然後到山頂上 攝影留念這樣 上一次去登項羊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在爬山當中 就是每次都是要 帶著一些沉重的裝備上去 其實身心還滿煎熬 尤其是還要摸黑上山 我覺得最痛苦最困難的 大概就是說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有這種 下雪雪潘的經驗 天氣是真的是很難預料 因為在山上真的不比像在平地上 然後在山上的時候 那些天氣的瞬息變化 跟那些溫度上的差異 以及壓力上的差異 會影響整個人的身體狀況 對 那像上一次在爬山的時候 又下雪 然後又刮著風 那一次其實還滿煎熬 不過在隊友的陪伴之下 然後更能一起能夠達成登頂的任務這樣 其實在每張陸禪中 都會有一些就是 抖上抖下的那些顛波懸崖 還滿危險又還滿累 但是我覺得每當就是抬起頭 能夠看到那些風險的時候 我覺得 哇 驚奇 就是舒暢開來這樣 我覺得有些人是走向國際 然後去為國爭光 有些人其實就是在 默默地為台灣這塊土地付出 而我的話 我自己覺得我想要持續做就是 去爬山去登法院 帶著國旗 以及背上海軍的長流旗 然後走訪各個山頭 台灣每個角落 就是把這些東西分享給每個人 然後讓人知道 這是我們的國家 這是台灣 這是我愛的地方 我覺得萬事互相效力 因為生命彼此影響的生命 我會持續做登白月 然後著軍服帶著國旗 來拍照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會有不少的 國軍弟兄也會跟進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早些年我們大家都 其實不太敢穿軍服去外出 因為可能怕民眾會拍照 或舉報 我覺得這個國家政府 及長官更應該鼓勵 現地軍人 做軍服 出去做有益 以及有影響力的事情 然後讓大家一起支持我們國軍 因為我們是中華民國的軍人 青春歲月征戰沙場 為國拋頭顱 為民灑熱血 老兵心中對於愛國的情懷 歷經歲月滄桑 居有更加根深蒂固 我是出生在緬甸 我是屬於華裔緬甸人 當你從事文化 在技術這些歷史的習慣 你會感覺台灣人 我們這邊人 怎麼不知道有孤軍這一塊 這是歷史的一部分 這是國軍 這也算是 為什麼叫孤軍 孤軍是因為很多人 有些人回來了 有些人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 自己就變成了孤軍 那我這個故事 要在這個中鎮文化影區裡面 這個義有故事館裡面 整個記錄下來 但裡面還有一個館 就是這個義有諜報館 為什麼有諜報館 多少情報人員在那邊 犧牲了那個地方 沒有一個文字 能記錄他們的心酸 這些人叫無名英雄 連公司都沒有 我要記錄這一段歷史 最起碼個年輕人知道 曾經有一批人為國家 拋頭撒熱血 什麼叫愛國性 其實的 那我覺得做這個文化園區 還有一個就是 忠實的記錄這段歷史以外 我們會到時候會希望能夠 跟國防部啊 跟一些單位合作啊 做一些活動 能把金人的這個信心啊 跟榮譽感啊提升起來 這前面國防叫這一塊 民間知道 金人怎麼保駕為國的 金人如果有榮譽感的時候啊 當國家有戰爭的時候啊 他們才會勇敢上前線 我們台灣得來不易 有安定的環境得來不易 當我們大陸退守了以後啊 到台灣 但是我們大陸有一批人 跑到金山腳來了 他繼續反攻大陸 繼續為國家奮鬥 後來金山腳沒有了 金山腳沒有了 我們這邊還有台灣 是不是還有台灣 不過台灣沒有了 台灣沒有了 我們人還沒去而已 信念很重要 信仿很重要 不管民間也好 我們這些軍人也好 真的這方面非常重要 所以國軍的這種 容易感要出來 我覺得國家真的是 需要沒有國民啊 中心來維護這個國家 我覺得台灣現在 是教育的關係 不管全世界這個氛圍啊 那種愛國教育 應該是比較少的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根深蒂固啊 真是那種愛國心事 氣勢出來的 因為必須要保衛這個國家 保衛這塊土地 幾十年累積的那種台灣 那種安定的繁榮啊 才能夠保存下來 先有國才有家 國家安定的日常 除了每一個國人 努力打拼 更依靠束手在第一線的國軍 他們愛國比愛家更多 那不僅是使命 更是責任與榮耀 我們知道病毒很危險 但我們願意為了國人 守在最前線 國軍永遠與民同在 現在說到愛國 你心中會想到什麼呢 高師大體育系畢業後 加入陸軍體驗中心這個大家庭 發揮專長學與志用 期許與體幹班及運科班學員 一起成長 我們一起努力吧 我想起自己剛入伍的時候 部隊體能戰績的訓練方式 跟現在有很大的差別 在運動科學的導入之後 讓我看見 部隊真的有在轉型 以及進步當中 我想對所有 142期體幹班的學員說 也許現在你們會恨我 但是未來你們會感謝我的 一起加油 好 節目進行到這兒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